当地时间7月28日,一辆中国坦克在参加坦克两项越野和射击比赛。 王修军社,中心社莫斯科7月28日电,记者王修军,当地时间7月28日,国际军事比赛,2018在莫斯科郊外开幕,在同日举行的坦克两项比赛中,中国军人或小组第一,比赛将于8月11日闭幕。 期间,来自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等33个国家的207支代表队将参加角逐。 此次比赛共有陆、海、空28个项目,其中16个项目在俄罗斯举行,4个项目在中国举行,剩余的项目则在白俄罗斯、伊朗、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等5个国家进行。 中国将参加22个项目的比赛,当地时间7月28日,多量准备参加坦克两项越野和射击比赛的坦克停在一起。 王修军社中方出国参赛指挥组总领队李斌当天表示,相较往年,今年的国际军事比赛增加了新内容,难度有所加大。 此外,参赛国家也比往年多,中国军人面临着更激烈的竞争。 李斌表示,为了搞好比赛,赛前各参赛队都进行了认真的准备和刻苦的训练,针对比赛的内容按实战要求进行高难度的技能训练和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并实行全程淘汰,宣出各专业优秀的训练兼自参赛。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一谷在当天举行的开幕式上,宣读了总统普京的贺信,普京在信中说,国际军事比赛已成为一项国际性的的重要赛事。 比赛有力推动了各国军事部门之间的合作交流,加深了他们的相互信任。 开幕式后,坦克两项越野,射击比赛也在同日拉开帷幕。坦克两项比赛是国际军事比赛的传统项目,今年共有23个国家参与角逐。 在当天的首轮比赛中,中国队驾驶国产96B坦克,战胜了同组使用俄式T-72坦克的哈萨克斯坦、乌干达和科威特队,位列小组第一。 列宾认为,中国参赛队具有较高的训练水平,在坦克两项小组赛中获得第一。 这使自己对接下来的比赛很有信心。 国际军事比赛是由俄罗斯国防部发起了一项国际性军事赛事,于2015年首次举行。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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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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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